这一道道赏心悦目的台湾美食端上桌 只听到宾客的不断赞赏 这是筑发代表处举行的板豆 请来台湾厨师阿发师师建发及吴文志长厨 他们被介绍出场 现场宾客给予热情的掌声 国会议员那一桌几乎全体起立 鼓掌向厨师们致敬 先是来发布 我认为是作为美食一个交流 做一个美食的外交 真的非常的成功 希望以后还有更多更多的地方 可以让一些美食台湾的师傅 到全世界把台湾的美食 台湾的人情味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非常累 可是看到宾客吃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觉得说 这样的付出是有代价 为了这场板豆 两位台湾师傅一大早就到代表处 预备菜肴 他们在地下停车场 临时打造一间简陋的厨房 虽然如此 两位厨师也能在场地限制之下 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台湾美食 吕青龙穿戴上厨师的衣帽 带领服务人员端菜上桌 全场宾客赞叹吕青龙的创意点子 在出菜的空档 吕青龙还表演布袋戏 说明台湾最新国情 大家度过一个知性的台湾美食之夜 感谢观看